他是波球选管的二号人物 只要你进来 打进来就逼进来的话 我一定用西法顶你 就阻击你 所以现在看 小虎的这个拳法在这场比赛里面就无法发挥 越打越被动 我们也听到铁英华的教练这个赵世杰说 不要自己帮传报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拳法这样打开车 现在开始用自己的努力 就能跟组合拳压制对手 开车 铁英华这种朋友也能看得懂 是吧 这种飞机你看 突然爆发 击高台腿 击中了他就能从头部 车从从侧面 从正面 而且他左右就可以看 你看看看看 他就想进进不来 在西法州要想办法比赢 上手勾拳 他认为技术并不比重心 时机 整一切把握 我要克制你 不让你全打进来 他不是针对中国 他会针对欧洲选择也是这样 是小谷如果不用不想一些有效的方式在这场比赛中 这会输会输掉比赛 那么像这种打法中 既然地方不让我进来 那么好 重拳和重腿了 这道第三回合的这时候 铁铭铭是把气打出来了 但是他确认有效的继续对手 到他们人28比29 And your winner from China 去年轻松 去年轻松 到外面轻松 感谢观看